很多人都弄不清牛皮鲜和濕疹的分别 其实两者不是那么难分辨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牛皮鲜和濕疹都会引起皮疹 但是两者的疹是有蛇微的分别 一般来说牛皮鲜是比较容易分辨的 因为那些红疹的边界是很清晰的 边界清晰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块就有 接着旁边就正常皮肤 边界很清晰的很明确的 很容易看得清的 而相反濕疹的话 不正常的皮肤的皮疹 和正常皮肤之间那个边界就不太清晰的 就是有点点漸进 而且以形态来说 一般牛皮鲜的疹是比较皮肤表面升高了一点 就是说它凸了出来一点 很少这样的 濕疹比较多是跟正常皮肤的平面是一致的 或者凸都是凸得很少 牛皮鲜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银舌病 就是说它会脱很多皮疹 就是好像头皮那样脱出来的 那这样东西呢 濕疹相对就没那么明显的 牛皮鲜有点厉害的 那些真的整头都脱了头皮 那这件衣服的肩膀那里是晒头皮的 甚至呢有点厉害的话 那就是可能在那里坐下 跟着可能用一用 你的桌子 它走开了之后呢 你只能看到那些桌子啊 椅子啊都是皮疹来的 那濕疹就比较少那么厉害的 第三呢就是两者的皮疹分布呢 就有点不同的 那如果你说一般如果手脚这样计算吧 那如果濕疹呢 通常就是屈住这些地方呢 就这些这样的咬位 就是里面这些位置呢 就比较多的 那牛皮鲜就正正相反了 就是在外面的 就是说在这个 比如手肘的话就在外面 那这个位置就比较少 在手咬的那些位置 那在脚的话呢 那通常牛皮鲜呢 就是在膝蓋前面那些位置 菠萝蓋那些位置 那如果在濕疹呢 通常就是那个 就是在脚咬的那些位置 在后面这样的 而牛皮鲜 一些很典型分布的位置呢 就比如说在耳朵后面啊 那就是在发尾发腺那些位置啊 那这些位置呢 濕疹就比较少影响的 其实牛皮鲜和濕疹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呢 就是说牛皮鲜呢 我们叫做一个systemic disease 就是说它这种病呢 就不只是影响皮肤的 它影响全身很多地方的 那濕疹呢 比较多呢 就只是集中影响皮肤而已 其他系统呢 就很少影响到的 那比如牛皮鲜 有时候你会看到 它的指甲都会有问题的 最常见呢 就是指甲呢 好像一条条坑纹那样 打直那样的 那另外呢 指甲下面呢 就有些好像黄黄的色 那好像有些油 液了在那样的样子 那再差一点呢 就直接指甲会烂 就濕疹就比较少有这些影响的 牛皮鲜呢 也都可以影响关节的 就是有些时候呢 那些关节呢 比如手指头最尽这个 这个关节位呢 它就会肿呀 会痛呀 那有些时候会影响脊椎呢 就在脊椎后面 就是腰骨那些位置呢 那就会痛呀 那今天呢 就简单呢 就讲了牛皮鲜 有些疾症和濕疹之间的分别啦 那当然如果你不肯定的 最稳定的 都是看你的家庭医生 那就最有保障啦 都给大家收看 记住留言 点赞 订阅 按下个小铃 下次再见 拜拜